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宣布, 政府将为所有56级及以下的公务员, 包括合同公务员, 提供500令吉的开斋节特别援助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, 安华表示, 政府也将向政府退休金领取者提供250令吉的援助金。 我已指示财政部从本周五4月5日开始分发特别援助金安华今早在首相署长阅集会上发表讲话时, 做此宣布。 他说,尽管政府已在2月23日发放2000令吉初期奖励金, 但考虑到生活成本及上学费用增加, 决定派发特别援助金。 这也考虑到最近到访彭亨及沙拉月期间。 在摘介月市集听到公务员的抱怨他说, 如果政治稳定, 经济政策明确及国内外投资增加, 政府会为人民提供其他援助。